有關於抗病品種的敘述和正確 抗病品種是指這個作物抗病了 我們先用出力表示的邏輯先把單勾勒給你聽 然後之後再說明這個題目有什麼問題 A選項抗病品種可不可以用育種方法培育出來 可以啊 台灣的抗道樂病抗什麼病的這些水道品種 都是經由傳統雜交而來的 經由雜交 經由篩選 所以不論是怎樣指的育種方式 都有機會讓你培育出抗病品種 所以A是對的 好 B 是不是一定都要靠基因轉職 不一定啊 也有傳統育種 也有細胞融合 有傳統的方式 有現代的方式 都可以進行抗病品種的培育 好 C 可以抵禦各種抗病原體嗎 不行的 像我對抗抗熱比就只能對抗熱比 不可能有一個品種所有病都不怕 這很難得 不太可能 所以不太可能出現一個培育出來的抗病品種 所有的病原體都能抗 很難 因為病原體太多種 有些是抗細菌 有些抗病毒 有些抗真菌 所以不可能 所以C是錯的 好 那可不可以四次代都具有抗菌 抗病例呢 沒有的 如果我有性生殖 就有可能那個基因就流失掉了 剛好沒有遺傳到 所以除非你無性生殖 不然有性生殖 都有機會讓的基因再改變 有性生殖的基因重組機率比較高 所以它容易會消失掉 好 看最後一個 如果我來種抗病品種 我就可以提到農藥囉 對啊 因為你就不用再噴這些農藥了 所以農藥的使用會減少 好 所以這裡答案是A跟E是對的 好的 大家 我把這個A跟E再做一下詮釋 你們要看A喔 利用育種方式來培育 要記得 育種包含傳統育種跟現代育種 所以這邊講育種方式 包三包海 包含傳統的雜交篩選 包含現代的細胞融合或基因轉值 所以A當然對 好 一起這樣 有些人會覺得 有問題啊 我今天抗病的品種 那我不用噴農藥 沒有關係 農藥是殺蟲的 那怎麼會減少農藥 我還是怕蟲咬啊 所以我現在抗了道樂病 我還是怕昆蟲咬 我還是會噴農藥啊 所以有人會覺得E不對啊 好 我解釋一下各位啊 所謂的農藥不是只有殺蟲劑 殺菌劑 殺增菌劑 殺病毒劑 都是農藥 農藥是泛指 應用在農業上的化學藥劑 都叫農藥 所以這邊可不可以減少農藥的使用 可以啊 我可以減少殺細菌劑 殺增菌劑 殺病毒劑的使用 好 所以這第一還是對的 好 以上是多選第三題